我们一样假设一样的逻辑 我希望把刚刚这个公式跟三波打 假设我要应用到这边 那我们的需求是 在第13列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帮我怎么样 按下这个按钮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部分的结果直接输出 但是你会发现 第一个我这边是月考公式 意思是说我把刚刚的三波打的公式 直接透过VBA自动帮我丢到这个里面 但是不只丢一个 一直往下丢 一直往下丢的话 那你需要什么 第一个你先在VBA里面产生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里面的话 也许名称叫做月考公式 就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里面的话 就是再跑一个回圈 反正你只要重复做什么事 就是回圈 那回圈的范围就是从第13列 列里面一直向下到最下面一列 那当然最下面一列的叙述 那你也可以写个你现在的哪一列 不过将来如果说这个列数会增加的话 那当然你用写固定的 当然就不是好方法 所以你要用追踪的 那前面都讲过 那再来就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把它复制之后 贴到那个我们也许输出哪个储存格的后面 就再做修改就可以了 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是如果我今天输出 现在看到的结果是有公式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输出的时候 它里面并不是个公式 而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在VBA里面计算完的结果 丢过去的话 就不是在什么 不是在ESale里面去把它显示出来 而是什么 在VBA就已经计算完 把结果丢出来 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的话 基本上还是一定要跑一个回圈 只是说你丢出去 丢到一样的位置 可是丢的东西 就不是什么呢 不是刚刚的公式 而是丢一个计算的结果 所以你必须在VBA里面做计算 再把结果丢过来 OK 第三个是什么 清除 清除的话很简单 For I等于第十三列到最下面 你愿意给它丢一个控制穿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用Range的方式 把它用Clear Contents 也可以清掉 那这三个按钮该怎么做 我想 好像前面我们有做过类似的 只是说各位熟不熟而已 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变通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个来看 第一个 一样先到VBA里面 先在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所以这边已经有模组了 再来的话 我如果要先做月考 月考公式的话 那做法一定是什么呢 先插入一个 我先把这个先删除 那我一定是先在这边插入一个程序 这个前面都讲过 名称叫月考 底线公式 按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确定范围 范围是从第十三列到 当然你这边如果写二十七的话 当然这个固定不对 因为以后会增加 所以你就应该把它写成什么 这个嘛 后面应该还记得吧 我讲过很多遍 这个非常的重要 以后的话 因为你的范围如果非固定的话 一定要写成这样子 不然以后你又要一直改程式 那这个其实就是Range 从Range A13向下追踪 那其实写法 我大概就是这样 一个end 前刮符上下左右去抓XL down 我这个地方强烈推 建议都一定要用前刮符去选 因为常常有同学 那个后面是XL down 有同学就是把它打成X 看起来像1 所以打X1 down 那就错了 然后点Range 其实点一下 它自动会给提示 那你就直接用选的 或按空白键也可以 那范围确定之后 接下来怎么样 把资料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指定的哪一栏里面 跟哪一个初春格 所以我是要输出到I栏 所以我的写法是 输出写前面 所以Sales 瓜糊 I列 的I栏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要加的那个公式 那公式呢 一定是在双引号里面一个字串 那接下来你就把什么 把刚刚的公式 这个公式动态的丢 所以你把这个公式整个选起来 按复制 记得这边一定要取消 如果你不取消的话 你切不过去 点不下去 就一定要这边要取消 才能够切到VBA的双引号里面 把它贴上 那贴上之后的话 请记得 我前面有讲过两个原则 第一个是 如果里面 公式里面有双引号的话 一定要把它改成两个 好像在那个什么 上个礼拜就讲到 DATIVE那个函数 那 因为如果像DATIVE之前是很多的双引号 所以我们可以用取代 不过还好这个公式里面没有 没有的话就不需要 第二个是 如果里面有列号的话 哪一列呢 基本上是13 从哪一列开始 把这两个13怎么样 改成用I来 什么呢 取代 那特别之后 你不能直接在这边直接打I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AND在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先把字串切开 再串接I的变数 那AND前后一定要加 那个空白 AND前后一定 这个一定要加空白 OK 那加完之后的话 这边 这个一样 所以你其实把它复制 头尾贴到13的地方 好 成事完成了 应该可以看懂了 再来你就直接 把它指清看看 游标移动旁边 这边过来一点点 直接按执行 结果就完成 应该没问题了 这个方式还蛮好用的 以后呢 如果有些地方 你如果只是要快速的把一个结果给秀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用输出公司 你本来会的你就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或者是说你有些VBA程式你不会写 但是你会你会用 Esser里面函数 你也可以先把函数做完 直接用公式的方式 直接丢到储存格里面帮你执行也是OK的 那两种方法其实都可能用到 但是你可以试情况来决定 第二个是怎么样 清除的话我想比较简单 其实月考清除 就直接后面加空字串就可以 所以其实你可以拿上面的公司 上面的这一段 复制贴到这边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一样改成双语号 那其实就是清除了 所以你会发现 月考清除之行 这边就清空了 范围因为一样 那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月考 这个输出 那输出的话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刚刚讲过了 你会发现里面 放的是最后计算完的结果 那计算完的结果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计算会比较简单 其实你会发现 一样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一样是把结果给输出到哪一个呢 输出到我们的埃列的埃朗里面 但是后面这一串 基本上有点像在Excel里面 我们刚刚是用什么 用这个公式 那只是说差别是什么 我有点像是动态的去抓什么 抓哪一个资料 乘上哪一个资料 有没有 有点像这个方式 那只是说这个方式 是在Excel里面看到的做法 但是如果在BBA里面要怎么做 一般习惯上 如果我是固定的 前面有锁 有没有 如果有锁的话 我习惯用Range 用Range来抓 因为用Range比较好表示 反正D11 E11 F11 这样比较好叫 如果是会变动的 像这个13将来会变成下一个会变成14 15 16的话 因为这个会变动的话 通常会配合什么 配合Sales 为什么要Sales的话 可以跟Fall回圈搭配 里面可以怎么样 把列号做动态的修改 所以特别说如果固定的我用Range 非固定的话用Sales 所以很多同学搞不清楚什么是用Range 什么是用Sales 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所以我如果要把刚刚的公式 刚刚的公式有没有 改成类似像VBA的写法 一样外面先包个回圈 再来的话我刚刚讲 如果是非固定的就用Sales 所以你可以这样 非固定的 它的ID的低栏 所以把D11你可以改成什么 改成像这样子 所以这个改完这样 乘上什么呢 固定的位置就用Range 所以Range 刮符 然后什么呢 D11 那你不用D11呢 11的前面不用锁栏 因为Range值就固定的位置 所以不要没事在这边加一个前的符号 不过其实你加一个前的符号 我是没加过 我不知道能不能动 如果加一个 反而可能还跑不动 再来加上什么呢 再一样 1 11 所以其实公式差不多 所以拖揽一下 然后这一段 复制它一下 这边把它改成1 这边把它改成1 有没有 这样拖揽一下 这个我刚快速的这样拖拉 其实是按Ctrl键 然后再拖拉 有没有 Ctrl键拖拉 其实还蛮方便的 比那个CtrlC CtrlV还快 拖拉 加Ctrl键 实际上就CtrlC CtrlV 复制贴上 不过这一招反而更快 一般程式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 有没有 就是把它串起来就对了 基本上 意思就是怎么样 类似像公式的方法 只是转变到VBA里面而已 OK 所以这个感觉其实还蛮像的 那我们其实是利用 以前的逻辑 把它转成VBA而已 所以以后的话 反正你 以上里面会用的话 那我想你VBA应该也会用 只是你要熟练 这些东西你把它搭配使用 以后VBA你也可以自己写得出来 慢慢要习惯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可能上课练习还OK 回去如果 自己要开始做 不知道从哪边开始 因为好像又从一片空白了 所以其实真的还是要熟练 这个东西其实有些人是会 但是做不出来 那也当然不熟练 所以将来你即便要工作 即便应用就有困难 所以还是回家一定要多多练习 这东西如果回去不练习的话 要把它学好 真的有点困难 但也没有很困难 有没有 就是只是动手做一遍而已 好 那做完之后我们来试试看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拖拉到旁边 所以浮动在上面 一样先把它清除一下 然后再把它输出 OK 各位可以看到 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这个公式太长了 有时候你要这样拉来拉去 或者是从这边卷轴 拉过来拉过去 其实好像感觉不是很方便 所以一般是怎么样 会在哪个地方呢 也许你会想说 那我干脆可不可以把它换行 你想说enter一下 不过你只要enter 他只要变两行就出错 为什么 因为他就不认得了 所以如果说以后 你希望把很长的一个公式 把它拆成两行的话 切记有一个诀窍 就是请你在哪个地方呢 请你在一些运算的符号 或者串接符号的后面 空白的地方加个底线 加个底线 只要在什么 加减乘除或 end符号的 我习惯在后面 后面这个空白的 加一个underline 关键在这个underline的位置 OK 你加这个underline之后的话 你按enter 你会发现 一开 他就不会出错了 有没有发现 他就会把你下面的这一行 跟上面这一行是当成同一行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因为以后程式会越写越长 如果你没有把它换行的话 你看得很辛苦 所以如果你要换行的话 切记 你可以在加减乘除后面都可以 但是 假设我今天是在这个加后面 或者在乘后面 可以 记得空白的后面加个底线 enter 把它再加个tape 我习惯让他再往前表示说 他是他的下一行 这样就OK了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 尤其是公司有时候很长一串 甚至可以把它换两三行都有可能 所以你看到有些时候 人家换两三行 后面一定会有个underline 如果没有的话 那他一定会 程式一定会出错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讲什么 第一个 清除 然后输出公式 输出结果 OK 两个部分 那待会再看 也许你如果OK的话 你可以再试一下 使用者定义有没有 这个地方我希望多增加两个制定函数 一个是月考函数 他会跟我要月考一 月考二 月考三 那一个罗伯一个坑 给他之后 他会return给我一个结果 返还一个结果给我 一样做出来 但是刚刚的做法 似乎感觉有点麻烦 为什么 因为要选三次 所以我们有一个进化版 就是直接选范围 选哪个范围 选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一次选三个 按确定 这个应该会更快 尤其是你将来你的成绩更多 你不可能说一个两个三个 如果考十次 平常考的话 那你不是一直点点点点点点 点十次吗 所以你需要一个什么 向右拉 拉十个 全部呢 直接一次帮你计算 那不是更方便吗 所以会有两个 一个制定函数是 这个一般的 给三个 一个是直接给范围 我记得好像这个我们前面有做过 手机函数里面就有了 只是说呢 这地方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VBA的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输出三拖达公式 第二个按钮就是把刚刚的公式 转成VBA 第三个按钮其实很简单就是清楚了 大概这三个按钮把它视过看看 那因为它城市蛮多部分是一样的 所以请各位慢慢熟悉啦 城市里面很多一样喔 所以要慢慢熟练就是 你要快速的复制贴上 所以有些东西复制贴 复制贴 改改改 所以很多地方其实都是改出来的 尽量善用什么 如果有范本的话更好了 其实最好是 城市如果有一个基本的架构 你来修改 有时候反而比较快 所以切记喔 有些城市写完之后 请你还是要留下来 也许你可以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随时需要的时候 随时拿来参考 随时拿来修改 有时候反而会快很多 因为我发现很大部分同学 学完这个课程 其实学到最厉害的还是复制贴上 再修改 所以其实 当然你前提你要有东西 可以复制贴上